假設動作快的同學,除了用問題05之外,實際上登錄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另外的話,之前我也利用比如說成語查詢系統 假設如果你今天有一堆成語啦,可是你想要在裡面找哪些關鍵字 按輸入某些關鍵字,它自動幫你跳出來的話 那比如說,那這個地方當然就很方便,類似啦,有這種 只要是有類似,所以這裡其實就是等於是把ECL當資料庫來使用了 等於是其實也不需要,說真的有的時候,ECL用到現在,發現好像資料庫 越來越被ECL給快取代光了 除了說那個比數的限制啦,1048576之外,好像ECL好像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現在用ECL,感覺好像他 未來趨勢真的是 眼前看起來,在未來10年應該這個工具 應該還是立於不敗之地 看起來好像 目前有沒有什麼對手出現,好像也沒有 而且他除了說他本身可以 放資料當資料庫用 然後有提供很多的 函數啦,跟一些功能之外 還可以在上面寫VBA程式 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還可以產生圖表 未來他在2013以後的版本 還有加上很多Power的 工具啦 什麼Power Query啦 什麼PowerPivot啦 什麼甚至比樞紐分析表還更強大的一些BI 就是Business Intelligence 那個BI的工具啊 所以這個ECL未來 應該在10年之內 應該還是看不到對手 除非說所有東西我們都用網路了 那用網路用雲端的話 那可能 慢慢會被那個像Google的試算表給取代 就變在雲端上 但是短時間好像大家雖然有些公司 可能要求員工用雲端 有沒有用這個新增 這邊有的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但是呢 好像大家還是用的不習慣 為什麼前提你可能還需要 要隨時有網路 而且呢還是有資安的問題 因為你上雲端 甚至我發現很多金融業公司 甚至不讓人家用雲端 那這當然是 所以短時間內 這個應該還是有趨勢 OK好 接下來的話 跟你上次現在講的有關 你說Excel 對 現在微軟有一個叫WSP WSP 類似於微軟Office的 相對應 對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是不是免費的 微軟的嗎 微軟的啊 我以前都叫Office的那個 Excel PowerPoint 還有Wall 對 微軟另外次一套 WSP 相對 你應該知道 那個就是 如果重複的話 比如說我們要避免剛剛那個重複 就是說 假如說這邊已經有菜頭 可是你又輸入菜頭 它產生錯誤 那我們可能會希望怎麼樣 這邊也許加一個什麼房呆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一個 房呆一 就什麼呢 避免那個 當 有重複的那個 就是說我在雲端上有放那個 剛剛有打幾個字上去 在 這邊底下 總共我們等一下會處理 總共有三個房呆 一個是什麼 如果 工作表名稱已經存在的這種 狀況 那怎麼解決 這邊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如果 那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說 要怎麼樣去房呆 第一個就是當使用者填了一個名稱 比如說 他填了一個菜頭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他到底填了這個名稱 在 這裡面有沒有出現 一樣的名稱 OK 那如果有的話 你要做什麼處置 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 就是 要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 哪一個呢 從第二個工作表 一直到最後工作表 幫我檢查一下 有沒有重複 所以呢 我就打一個回圈 因為你要重複找 所以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個工作表 所以 這邊 第二個嘛 第一個不用檢查嘛 第一個一定是總表 有沒有 第二個到 最後一個 序詞 序詞什麼 點抗診 有沒有這有用過嘛 然後打一個 Enter兩下 這應該看得懂嗎 就是 這個敘述 講的是 我要從第二個到最後一個工作表 那做什麼呢 判斷 if 什麼呢 那個序詞的名稱 所以前面有用過嘛 序詞第幾個 第i一個 點name 它的名稱有沒有 就是把那個名稱呢 如果等於x的話 Zen 做什麼事 Enter兩下 先打endif 前面應該都有寫過類似的 你看 那這四行我想 蠻經典的 而且常常出現嘛 寫來寫去大概就這樣子 我的程式其實 特色就是盡量 反正寫來寫去都一樣 那只是說你要把它懂得靈活變化 那再來做什麼呢 把 如果是的話 那就把那個工作表刪掉 那個工作表叫什麼 Shit Delete 刮符 那個工作表第幾個第i一個 然後把它點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 OK 那如果你打小寫 你會發現 如果打字打對的話 它會變大寫 第一個字 那我的習慣是 一開 有變大寫 那表示 是打對的 但是如果你一開 它還是 小寫 那可能你自己就拚錯了 像剛剛有沒有打一個Delete 然後如果你少一個1有沒有 移開 有沒有看到 它不會變大寫嗎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打對的話 一開 自動變大寫 這個也是 防止程式打錯的一個 小技巧啦 所以你會發現 這種小技巧都注意到的話 程式 基本上也不太會出錯啦 所以我寫習慣之後 我覺得寫起來 它 還 蠻 能夠 照著我的意思去跑的 OK 那寫完了 就這幾行 五行而已啊 但是呢會有一個缺點 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 試著看一下 它做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做那個 篩選業務 那一樣就輸入什麼 菜頭 按個確定 它會怎麼樣 找到了 那也會跳出那個 第 第二個工作表 是菜頭 但是它會跳個什麼 欸 資料 什麼 可能 請問要不要刪除 不過這裡你一定要刪除 你還不能 按取消 你按取消的話 它就會錯誤了 所以這邊的話 一定要 那你會想說 那 可不可以不要讓這個出現 乾脆直接幫我刪掉就好啦 不然的話使用者如果 要刪一下 它才會在跑 那就會產生錯誤 你看 你看 4i 而且 這邊還有個問題 它已經刪一個對不對 Delete了 那現在 4i等於什麼 Shit.com 5個 可是你刪掉一個 變4個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那第五個找不到了 所以怎麼辦呢 這兩個問題要解決 如果說已經找到了 那記得 在這個條件的刪除底下 加一個 跳除回圈 前面好像我們有寫過類似吧 is this is for 這個所謂 is this for 是意思說 我已經刪掉它了 那 頂多重複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呢 變成回圈不用再跑下去了 所以is this for意思說 你如果找到的話 那你就幫我 離開了就好了 他就跳到 NAS的下一行 他就不會再繼續往下 跑下一個刪除 下一個比對 就直接 找到了 比如說第二個找到了 那就不會 本來應該是 2 3 4 2 3 4 5 對不對 不會 他就2 就跳了 3完了 因為不會有第二個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產生錯誤 所以 剛剛的部分 如果你要 不產生錯誤 就加一個 is this for 就OK了 那再來就說呢 剛剛刪除的時候 他會出現什麼 是否刪 當然如果你 你現在全部跑了 他還一樣 OK 菜頭會跑到 怎麼 最後面來了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剛剛有一個 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我們在刪除的時候 假設 一樣我刪 菜頭 然後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他會跳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很愛演的話 那 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 就是關閉什麼 這個東西呢 叫做alent 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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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alent就是一個 訊息 訊息方塊 好 那當然我們前面有講 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有一個叫 關閉 這個alent 就是 有一個 物件application 點 displacealent 把它關掉 關了之後呢 最後再把它打開 有沒有 因為 我記得好像在 哪個地方有用到過 有沒有 好像曾經有什麼東西 跳出來 然後一直跳 一直跳 可能你會跳很多次 那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那 那個東西的話呢 對好像在 那個 入門班有一個 152的一個範例吧 裡面是什麼 截取那個 把那個長寬高 刮虎裡面的東西抓住 我用那個 好像資料剖析的樣子 這應該有講過吧 資料剖析 好像上學期的 然後他會跳一個什麼呢 那個要不要什麼 取代目標儲存格之類的 如果忘記的話 請回頭看 上學期的 那個 152的那個什麼 截取長寬高 那個刮虎 好那當然 按刪除OK 可是會多需要 按下刪除 他才會 再幫你執行 所以你如果要把那個 關掉的話 記得就是在 我的習慣是在這個 Zand下面這個 就是在刪除的 上面 先把它關掉 當我刪完之後呢 再把它打開 所以關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必須用 因為是 Application這個物件 管理的 所以呢 我 需要呼叫什麼 Application這個物件 Application指的就是呢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這個指的是 Excel本身 Excel本身的物件 就是它 Application 電 它有一個 Displace alone Dis 這個 有沒有 Displace alone 等於什麼呢 關閉 然後呢 當我刪掉之後的話 刪完之後 記得怎麼樣 再把它打開 否則 如果你沒有打開它的話 將來 需要跳視窗 跳那個訊息的地方 也都不會跳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試一下 基本上 我就在前面 刪掉的前面 先加一個關閉 在後面 記得再打開它 OK 做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 就陳色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 只是說你要 把這個流程熟悉了 然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今天呢 找小張好了 換一個好了 小張 確定 有沒有 這時候呢 小張就出現了 但是呢 它並沒有跳什麼 是否刪除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跳 是否刪除的話 那就是 加一個 這一行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防呆一 防呆一是做什麼呢 如果 工作表名稱已經存在 那我這邊的邏輯是 比對一下 有沒有一樣的 如果 有一樣的 我就把舊的刪掉 換一個新的 好 給這個地方的程式 好 那待會第二個 房呆 其實總共會有那個 這個什麼 總共會有那個 三個房呆 第二個是如果使用者沒有填寫 那個業務名稱的話 好 那我們 當然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會有錯誤 好 比如說我 DEMO一下 看 這個地方 如果說按篩選 有同學 沒有輸入任何東西 那就按確定 那會怎麼樣 錯誤 錯在哪裡 這裡 為什麼 因為X是什麼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 你怎麼可能 一個工作表 是沒有名稱的 那也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防呆第二個 其實到底很簡單嘛 其實這個應該 可以理解就是 乾脆直接在這邊 防呆二的話 我們防呆 這邊一樣 打一個那個什麼 防呆二吧 這個 這個防呆 我自己 想的一個名稱 我覺得這個 這個詞還蠻 蠻好用的 因為 防呆 所以生活裡面 也有很多防呆 有沒有那個 像插頭 各位有沒有注意一下 那個 像電源供應器後面那個有防呆 他方向錯了也不能插 另外那個USB也有防呆 有上面跟下面 你如果方向錯了你插不進去 除非說你用蠻力 有沒有人這樣蠻力 有可能 真的遇過 就是把它插壞掉 OK 那當然就沒辦法 所以生活 防呆意思很簡單 就是 防止錯誤 那所以這邊的話 當如果使用者沒填資料 會產生錯 那怎麼辦 這邊的話 也許你可以想一下 防呆二 如果 沒有填資料的話 那要在哪個地方 去防止他錯誤 不過其實這都活著啦 我只是我想到的 至少三個可能性 一有資料存在 二可能是 如果他沒填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判斷一下 如果 一樣 如果 這個 這個x 等於什麼呢 空的話 有沒有 他沒填資料嘛 對不對 然後 做什麼呢 Enter兩下 Enter if 那做什麼事呢 都可以啦 反正中間就是你來決定 那當然 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不很簡單就是 給他一個什麼 Message Box 然後跟他講 就是訊息提示的訊息方塊 跟他講說 請 輸入 業務 姓名好了 驚嘆號 然後面的話可以逗點 VB什麼呢 這個 警告他一下 一個xx好了 那記得喔 如果他已經沒有輸入資料的話 你就不能讓他程式繼續跑 跑下去了 你要讓他怎麼樣 跳到Enter if 這個地方 離開 所以這裡可能會需要學一個什麼 跳到這裡為止喔 就 離開了 直接跳到哪裡了 最後面去 如果要讓他強制離開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要學一個叫 Exist 剛剛有個Exist For 另外一個叫Exist Sub Exist Sub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強制讓他跳到這邊 不要往下走 不然的話程式會發生錯誤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篩選取消掉 理論上這樣來做完應該 第二個房呆就可以防止 執行他一下 如果他沒輸對不對 按個確定 請輸入業務姓名 前面有一個什麼 有個XX就是我逗點後面那個 參數 按確定 他會執行 家銀行就是Exist Sub 所以按確定 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就不往下走 OK 所以這裡的話 有兩個房呆 我主要是寫在 這邊一個 兩個 程式在這裡 一個 房呆二的話在這裡 OK 試一下 畫面先黃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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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